弥陀恩赐佛宝宝 他失了身 在电脑脸向前整个愣住了 医师看图 说了一大串医学名词 总之 基地域只有万分之一 不可能生孩子了 他从影像遇见家庭的阴天 悲叹冷漠 活躁缓快泄了气 都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天啊 我的人生在哪里 在浓浓的忧郁中 阿弥陀佛像一朵莲花 自然从他心里绽放开来 对啊 我是念佛人 不求佛 还求谁呢 佛的暖香 熏透了他的忧郁 在他眼里 每天忙碌的厨房 变成了 变成了道场 针板 锅铲 碗盘 筷子 都串成了念珠 他使尽拨珠子念佛 朋友知道他舍弃治疗 都来劝这个劝那个的 殷勤的面貌 在他看着也是确认念佛的念珠 这天恰巧 是阿弥陀佛生日 他正拜着佛呢 感觉阿弥陀佛的手 给他送来礼物 弥漫着花香一般的喜悦 带着欣喜 来到诊间 没想到检测报告 分明说着 小宝宝真的来了 从此以后 他亲手调制鲜美的蔬食 滋养弥陀宝宝 每天还让 南无阿弥陀佛佛号 陪小宝宝做运动呢 宝宝诞生了 来自阿弥陀佛的活力 阿弥陀佛的光明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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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cond 云陀佛下 北冰佛 澳comfort